HELLO 大家好 這一集來看昨天處福壽羅藥的成果 我上網查福壽羅的藥效是很快的 大概四個小時就會有藥效 它現在已經是過了隔天了 所以就來看看福壽羅藥的效果 目前我把昨天的三塊田走過之後 我發現其實福壽羅好像沒有很多 這邊有看到影子死掉了 這裡有一個水中森林可能是被殺死的 這個好像是水池 我原本想說順便觀察看看裡面會不會有很多水生動物也順便被殺掉 然後結果發現裡面的藻類 藻是跳藻的藻 藻類都還活得很好 那些在水裡面游來游去的是藻類 所以說他們沒有被殺死 那這樣當然是最好 因為畢竟福壽羅藥主要想殺的對象是福壽羅 而不是所有的生物 然後再來就是這一期的風很大 所以說昨天插秧的時候本來是有水的 然後今天才過了一天 然後就已經比較乾了這樣子 那像隔壁田是別人田 他們的水昨天還有 現在就整個乾掉了這樣 那其實田的水變乾會比較好 因為這也是防治福壽羅的方法之一 插秧下去後三到五天內水會慢慢越來越少 那水越少的話福壽羅就會比較難吃到秧苗 主要是福壽羅是靠水來快速移動 然後並用身體去把秧苗壓倒 然後並且滾吃秧苗 那所以說水變少的話 那福壽羅要走去吃別的秧苗就會比較困難 因為他要爬比較久 就沒有水這個助力 所以說田間管理的部分水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在四缸的時候需要四缸的水 像左邊這一邊就是戈壁田 戈壁田的福壽羅比較多 那這裡有空殼 然後空殼 那就是福壽羅死掉的空殼這樣 然後我這邊我要找的話就比較難找一點這樣 我是覺得第一級應該福壽羅可能比較少一點 因為氣溫比較低一點 所以福壽羅比較少一些 那終於被我找到福壽羅的小屍體了 然後還蠻多的 大部分是在填旁邊 在填旁邊 在填旁邊 然後填在這邊 這些都是福壽羅的小殼 超級多 那至於為什麼裡面反而比較沒看到 反而都集中在這邊 那其實我也不是很清楚為什麼 不過目前我看到最多的就是在填旁邊 四個角落 這裡是最多的 那所以後來就找到了 福壽羅的殼都被集中在這一邊 就是下風出被水推過來了 難怪剛剛北邊都找不到 都在南邊 殼在這裡 一匹麻麻的這一大堆都是 那麼這就是這一次 福壽羅撒完藥後的觀察 然後之後再觀察看看 看福壽羅有沒有增加 看是因為天氣比較冷的關係 所以還沒爬上來 還是第一期比較少這樣子 那可以再觀察看看 目前我三塊錢的羊苗都有去尋過 那都蠻齊全的 那如果說過一個禮拜之後 開始羊苗出現一個洞一個洞 一大片被吃掉 那就代表福壽羅就有在吃羊苗了 那就很值得再觀察看看 那由於這一次自己的觀察結果 我會覺得如果可以的話 其實福壽羅要應該是可以撕少一點 特別是在第一期 不過因為家裡有大人的關係 如果要撕少的話 肯定又要被罵 所以原則上我會先再繼續觀察 那等以後自己撕做的時候 就可以做一個減量 那減少對這個環境的負擔這樣 以上就是這一次的影片 然後主要是追蹤福壽羅藥的後續效果 我 찍在一起